道上塞车塞太久,民众坐不住竟然就在高速公路下车刷牙做体操 国道一号台南吸引南下路段廉价首日因为发生水泥管杂落的事故全线封闭 造成车流回堵塞车塞了五个小时 而在塞车期间,有一名男子他先是下车刷牙 接着又跑到分隔岛做体操伸展 甚至还有其他民众把国道当场厕所下车解决内疾 对此国道警方表示这些用路人可能违反道交条例 最高可以开罚六千元 你没有看错高速公路上竟然有人趁着塞车空档下车刷牙 不要站那么高啦,很危险你这样看风景运动 刷完牙下一秒男子又跑上分隔岛 手前后摇晃开始做体操伸展 夸张的是后头还有两名女子正在解决内疾 高速公路呢,你还躲进去里面 这样子不行呢 事发在228廉价第一天国道一号南下新颖路段 原来当时前方发生重大车祸 拖板车和轿车碰撞造成水泥管砸落 堵住车道全线封闭塞车塞了五小时 民众坐不住下车活动做体操刷牙 搞笑画面曝光网友就笑说这些人简直是时间管理大师 完全不浪费时间 掉落货物搬运及清醒路面等因素 因此排除时间超过五小时 本大队目前为止尚未接货民众检举此交通违规 尽管没接货报案但趁赛车期间在国道逛大街 恐怕违反道交条例 最高可处6000元罚还 提醒民众还是别以身试法 以免荷包失血 最后我们吃一餐的报道